《每日与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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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昌日弟兄姐妹们,你们好 我是梁永荀牧师 很欢迎你们来收看《每日与主同行》 今天我们要看《雅各书》第三章 在第三章里面我不会详细地读给大家听 但我们会在《荆光幕》里面看到这些经文 第三章很大部分是在讲一样的 我曾经讲过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提到 因为敬虔的人,他怎样是敬虔? 很重要是他要拿着自己的舌头去舌头 那当然不是意思只是拿着舌头 而是他的言语要很小心 如果他来到口没遮难,乱说话的时候 就说自己敬虔,这个敬虔是错的 而在第三章里面,他就详细地说到 原来我们要怎样小心我们的言语 他就说到,喂,我们的舌头 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其实尖的位置不是很大的 你想想,你的手和舌头去比较 舌头其实是什么呢? 是短一点的,一定不及到你的手大 那我们的手会做到很多东西 但是他说到原来我们的言语 破坏力是更加大 举一个例子 中文一句说话一言可以轻帮 一言可以丧帮 一句说话就可以让国家尼泰去灭亡 不是那么夸张,是不是? 但是不要忘记 所罗门的儿子叫罗邦安 当他来带他登基的时候 有一个公运分子叫耶罗邦安 就来带他去跟他说 我们做事做得很辛苦 可以让我们休息一下 那罗邦安后来问了不同的人 他就采取了少年人 跟他一起带那些人的意见 就说到,你刚刚带他去坐王位 他有这么多要求 如果你答应,他就更加吵架 他们会有更多要求,当然是不要了 于是罗邦安怎么说呢? 他回应 他说我的母子 比我爸爸的腰更加大 哇,多夸张 他说你们要继续去做事 我爸爸找哪里有哪里来 如果你们跌楼的时候 我会用铁子哪里有哪里 就是因为这两句说话 于是人民觉得这个王不爱我们 于是国家从此就分裂了 就成为南北两国 这个公运分子叫耶罗波安 就带领了十个支牌 来分裂了出来 所以你留意到原来言语是很重要的 雅各也来,但是去描绘了 虽然我们的舌头是很小 但是它是牵引全身 甚至好像地獄的火 就是因为你说的不好 一直都燃烧上来 他说到你要控制的时候 他举了几个比喻 他说那些马 那些马是很大力的嘛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有多少匹马力 horse power 他说马的力量是很大 你人和马是不可以来有角力的 但原来你怎样控制到这只马呢? 他说那个马那里有个雀環 那雀環是箍着他的口 那雀環里面有一些刺 就好像你驾车的载子 那样 如果你要那只马向这边走的时候 一扯扯这边 向右 那那只马呢 那头就向那边 因为避免了它那么痛 于是便可以向右走 如果你要向左的时候 就向左边 那只马就会向左边走 于是呢 你就可以控制到那只马 那好像一只船那样 那只船很大 那只船很大 但是怎样令到那只船 你带他去医柱的方向去走 他说后面的桌是很重要的 在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有一个很厉害的战艦 叫做比斯麦库 它的架板是很厚的 那麦军其实不够他来的 谁知道在海上战争的时候 其中一个鱼雷是无意中的 打烂了它后面的船 因为这个船坏了之后 船就不能够行驶了 结果后来 那麦军就用很多的战艦包围着它 向它不断的尼泰去发派 结果将这个海上霸王 号称不会沉的比斯麦库 就来打沉了 那麽所以呢 你留意到 亚国就说了 原来我们的舌头好像很小 但是 却是 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如果我们的言语做得 说得不好的时候 带来的破坏性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麽跟着呢 亚国也都会来带来说 人是很矛盾的 他说到第九节那裡 到第十一节 他就说出 他说如果那是葡萄树 他种出来的就是葡萄 葡萄是不会出了西柚的 他说如果我种的那是橙树 他不会出苹果的 他说如果那个泉源的水是甜的 就不会甜的 就会比较苦的 但他说这是大自然里面很自然的事 但很可惜人是很矛盾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口 来赞美神 但接着我们用口 来就座 批评神所做的人 我们的口可以赞美 但又可以带来就座 大家听我读出 第九节 我们用舌头 中棧楼为主 为父的 有用舌头 诅咒那 照着神形象做的人 中棧和诅咒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们的弟兄们 这事不应当地记住 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的舌头 我自己都承认 有时我都会说错 有时都可能来带他去说笑 可能会伤害了一些人的心 所以求神封在我们 让我们在圣灵的管理下 我们好好小心我们的言语 特别有时我们要讲到 会不会当中有时 松懈了一些的比喻 可能挖苦了某些人 而不自知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守望我们的目者 好了 那接着呢 他又继续去说 看到雅各书 我说我最用得多那段经文 送给人哪段经文 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 可以求那厚似与众人 也不知私人的神 只要凭着信心求 那一点不疑惑 于是就可以来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又讲到智慧 但是接着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雅各又讲到什么叫真的智慧 什么叫假的智慧 其实不是叫假的智慧 原来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而来的 你是懂得如何来 但是去做到一些好的事 但是相反地 如果一些熟悉的智慧 但是却是令到整个的人际关系 上面社会产生很恶劣的情况 那什么是真智慧呢 什么是从地上而来的智慧呢 我们会在下一集里面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无论如何 记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个就是真智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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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